看到他初期也是在直播工作 所以他自己在做角色工作的時候 從第一集開始的每一個事件的心理狀態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就知道說 嗯 難怪他可以演兩集角 哲七他很優秀的就是 那一鼓衝勁跟那種執著 因為我覺得演員最幸運的 就是能夠碰到不同類型 能夠拍到這樣的戲 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場面 我所有的第一次都在這裡 嗨喔 我是林哲熙 大家好 我在劇中心裡 我是羅一凡 在劇中的職業 是一個直浮宮的公主 身後就是我的地盤 還有那個成功里的里長 對里長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林哲熙的里長一定會讓大家很驚豔 管太多了 我覺得最荒謬的就是里長要幫警察辦案 然後他幫警察辦案 還都是先比警察更快找到線索 看一下他的時間 我覺得羅一凡這個人 他是一個很直率 很有正義感 很幫助身邊的人 但是他同時心又很細 他會照料到每個人身邊的人的情緒 然後去安撲他們 去陪伴他們 所以這整個全部加在他身上 你就知道是一個多管閒事的男管家婆 那這個角色就會既婆婆媽媽又熱心助人 但是那個正義的傻鏡你會覺得很可愛 然後他這個人身上有一些很獨特的狀態 他是每次到了黃昏 他就會身體貪軟 然後就會開始看見意象 大概在那個時間點 就是鬼門開關的時候 身體虛弱的人就比較容易見鬼 當兩個不管是世界觀或者是他們生活的環境 成長的背景都不太一樣的兩個人碰在一起之後 他們從剛開始彼此討厭 到後來慢慢互相理解 然後就可以更寬廣地看待這個世界 我超喜歡這世界的 對 就是這個小馬尾頭 我覺得很幫助這個角色 只要穿上戲服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找到羅亦凡的個性是什麼 就是我能夠皮皮的有時候又有點好玩 希望到時候可以刮起衣服 風潮 我其實很喜歡他兩個眉毛皺起來 然後有點在擔心 在說冠軍你不要害怕的那種表情 很像一個林家大哥哥 然後真的很認真的在安撫你說沒事 天啊林哲熙太厲害了吧 我的天啊 是我沒有看過的哲熙 他是開玩笑 然後同時在現場 常常做一些梗加到細語的哲熙 我覺得非常神奇 我覺得哲熙他不只是拚命三郎 他還是一個功課做非常足的人 看到他初期也是在執筆功課 他自己在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從第一集開始的每一個事件的心理狀態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就知道說 難怪他可以演那幾角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右門 哲熙他很優秀的就是 那股衝勁跟那種執著 簡單講他變強很多 他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他知道說 這一個時候他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他提出來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對 拍著拍著我就有一種 好像我真的是成功禮禮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好像多了很多家人 每個來都會跟我講他們的心事 戲裡戲外都是 我很期待播出之後 大家看到的感覺 欸 騎車慢一點喔 這個禮還是我在管 會看著那個人 今天是不是有一個人 是誰 會的 看著那個人 會的